雄雄大火已經延燒到休旅車 車頭被大火吞噬 現場不斷冒出大量黑煙 出動了大批的消防人員 布水線灌救 牆壘水珠噴灑 火勢很快就撲滅 但是休旅車已經被燒成廢鐵 而起火前還發出了 兩聲巨大的爆炸聲響 屋主也被燒得莫名其妙 金爐沒有使用 當下也沒有人住在這 怎麼會突然起火 而火警發生在嘉義縣 新港鄉的月梅村 一處老舊村造房屋 在二十七號中午十二點多 突然起火燃燒 加上房屋四周堆滿了許多的 回收廢棄物品 全是易燃物 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而當下一度還想要搶救休旅車 但還是晚了一步 在沒想到 平時堆好好的回收物品 會成了助長伙事的幫兇 現在專造房被燒毀 車子也沒了 但還好人沒事 但相關的起火原因 還是得找出來 即便新聞紀見 賀恩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